嗨 歡迎我們的狗狗們 還有狗狗的主人們 老師你好 大家好 老師好 我是Sandy 你好 我是樹林 樹林你好 我是房子 房子你好 我是Jelly Jelly 大家知道今天要來做什麼嗎 我們今天要來做Doggy Dogga 好的 那首先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把你手上的瑜伽墊碰到 你的椅子上吧 好 到底有多麼不知所措啊 怎麼會那麼難啊 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因為身上掛了一隻狗 突然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幫你辦好 等等等等 Boggo Boggo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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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有得 好 好 這邊也完成了 我們時候告訴一下 我現在懷孕 能夠做什麼 的姿勢嗎 我有記得 不知道就是我們有應付 所以過來 好的 好的 來 原則上Doga是在墊子上做 因為我們今天情況有些特殊 比如說Sandy是新手快要當新手媽媽了 然後我們又有大狗狗 所以我就用椅子的做法 所以我們今天的練習都會在椅子上來練習 所以不用擔心 好 接下來我們先來到酒店 先圍個圈圈 先讓狗狗們來到圈圈的中間 然後讓牠們互相的聞一聞 給牠們一些些時間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真的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很專心 比如說我常常看到大家遛狗 就會一直看手機 沒有跟狗狗在一起 跟狗狗玩玩具的時候也是看手機 然後就想丟 然後手機就在這邊 讓牠們其實都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因此 我就決定把我熟悉的Yoga的一些東西 然後跟牠很專心的互動 所以在這個Doga裡面 不需要讓狗狗做多厲害的瑜伽動作 只要是讓狗狗們 讓狗狗跟我們去做互動 所以互動為主喔 所以等一下會有一些動作 不用太緊張說一定要做到還是怎麼樣 主要就是專心的花一個30分鐘的時間 然後跟牠們相處 好的 老師 我有問題 請問我們等一下會用到這一塊草地嗎 並不會 好 沒事沒事 怎麼了嗎 不知道怎麼了 剛剛突然就濕濕的 好奇怪喔 好的 好 沒問題 因為這個草地實在是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好的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要先來練習一個抱狗的動作 好 我們請站起來 等等 好 你等等 然後呢 在做的時候 我們都是盡量主動套進狗狗 不會用強迫的方式把它拉過來 好 老師 你要原諒房子 要狗是戒的 我剛剛講了 我說妳看牠做什麼 對 盡量配合啦 盡量配合就好了 Bingo 我知道妳很聰明的 對 妳聰明 好棒 妳很聰明的 好 我們跨過狗狗前面的兩隻腳的地下 好 然後後面這隻手呢 然後會放到狗狗的兩隻腿的中間 很好 蘇琳要抱到 哇 妳要把牠抱到 好了 我們就慢慢地站起來 那妳要轉左邊 妳很棒耶 轉左邊 還好嗎 開始練重訓這樣子 那原因是 天啊 牠壓力好大喔 我就是這樣抱耶 好 然後慢慢地坐到椅子上 我們可以先按摩狗狗的肩膀 所以像我們就會很專心的 就是像我在家裡啊 就是我如果真的要幫牠按摩 就會很專心地幫牠按摩 就會邊按摩邊看電視 也是 我們自己平常去按摩 師傅如果在看電視也會有種 欸 對 專心啦 對 會有感覺嗎 因為如果師傅邊按邊看電視 其實我們也有感覺 然後講到精彩他會停下來喔 然後繼續按 然後再繼續按 然後再繼續按 越慢 沒錯 好 然後我們把狗狗放在右腿上 對 然後寶寶可以把牠帶到右腿的側邊 如果牠願意的話 可以把牠帶到右邊 寶寶 寶剛剛上下打量了一下樹林 你到底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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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看不出來嗎 好 牠想要在中間 就讓牠在中間也沒關係 好 然後接著我們讓左手往上 對 現在我們可以把頭整在牠的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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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再演一下就好了 再演一下 然後看起來呢 老師我覺得不公平耶 我也沒錯 老師 我只是在看你們 這就是瑜珈 是 時刻的當下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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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有一點忙啦 那麻煩 你們是最最好的 你們是最當下的 最優雅的看到了 好 很棒耶 寶寶 Good girl 好 然後呢 慢慢地把狗狗呢 回到中間之後呢 稍微地用胸口樣 好像要去包住牠 但不是去壓牠 就包住牠 這樣子 你的臉可以靠近 喝起聲聲地叹了一口氣耶 他這樣 趕快媽媽解釋一下語言 沒事 沒事 我們現在就是 你配合一下 馬上就演完了 好玩的 好玩的 好 然後接著喔 要把你的狗狗放在你的右大腿上 我覺得我們今天找了三隻 完全不適合做抖打的狗狗 不是嗎 其實Bingo還OK BingoOK BingoOK 好 Bingo太短 Hershey太長 那我們看一下 Bingo要怎麼 Bingo要怎麼 Bingo可以把牠沙拉地板上 用大腿上 正解 正解好嗎 好 然後呢 我們往右轉 看看右邊的風景 覺得如何呢 這個是束蠔毛啊 我也不曉得 等一下我問我 農場的親密 好 接著會把狗狗是放在我們的左大腿上 喂 沒有問題 牠真的太巧了 你可以把它放在 牠也很委屈 好 然後往左轉 看看左邊的風景 他腿又太短 稍微抬一點 牠就沒地方可以 牠有點電視的臉 對 但是妳等一下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大家累了嗎 累了 好 看得出來累了 好 我們讓狗狗回到 回到我們的大腿上 再一次幫牠們按摩 所以這中間呢 會有一種連結就是說 跟心裡提供一動 讓我們可以獲得按摩 這樣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這樣就有意思 對 這樣就有按摩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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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摩摩完全就是 你們好啦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要被按 但是好吧來按一下 對 摩摩 好 摩摩 媽媽 對 是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動作 試試看而已喔 因為它是Voga裡面最有趣的動作 好 我們這樣坐到側邊 好 然後接著呢 一樣抱著狗狗呢 把它放到你的腿上 橫溪 橫溪 橫溪已經累了 橫溪 那是鄰居 你過來 這邊 這邊啦 橫溪 不是啦 你去那邊啦 不是啦 不是啦 沒有 他們是想要交換主人 難了 難了 交換派人 欸 有點 又打結了 又打結了 來 橫溪啦 橫溪 這裡 這裡 對 對 好的 把腳踩在地板 然後讓狗狗上到你的大腿上 輕輕撈上來 讓手呢 往後摸在墊子 好 那我們讓手呢 稍微的撐地板 這樣子往上 你也沒耐心啦 來喔 回來喔 你還沒下班 老師 你稍微講快一點 好 好 讓我快要痠了 好 然後接著呢 把腳離開 手離開 OK 很棒 這是最後一個 Doga最經典的動作 但是我今天我家的狗狗 也快不配合了呢 他說很天冷喔 對 牠累了 是哪一台攝影師是抓我的 大概就1秒喔 好 1 2 3 1 2 3 YA 牠也好早 結束了 哇 冰狗這一組好棒喔 好棒喔 好棒喔 我想看是我贏的 哈哈 恩希 沒有關係 沒事啦 我們只是腿短身體又長 沒事啦 沒事 你怎麼那麼難過 沒事 那麼難過沒有關係 真的啦 沒關係啦 通常第一次狗狗參加玩這個 都會覺得莫名其妙 對不對 對 但是就是其實主要就是 剛剛講的就是 跟妳的狗狗互動這樣子 其實就夠了 嗯 然後有社交 然後享受戶外 嗯 好 沒事了 牠已經心情平復了 好 好了 已經忘記了 今天還有什麼心得嗎 就是下次可以帶小隻對狗來 啊 對 對 通常會建議五公斤以內的狗狗啦 對啊 五公斤以內的狗狗 牠是二十 二十公斤 哇 對 牠等於是帶拖運行李來啦 對 對 沒錯 對 沒錯 上限二十 對 差不多差不多 你感覺怎麼樣 好啊 我覺得很好玩啊 好啊 因為只有牠玩的狗 我好像還多了一隻狗 當然好玩啊 只有妳好玩啊 就妳一個人玩就好啦 沒錯 多了一隻狗耶 哈哈哈 對 我會玩án 一隻狗狗狗 就算回來了 欸 快結束了 呀 出發到 呻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